几名大座一辆辆警车救护车十万火机往前冲 甚至出现直升机在空中巡逻 因为美国又发生校园枪击案 美国新学期才刚开始 乔治亚州阿巴拉契中学就发生致命枪击案 学生家长人心惶惶 眼前这名女孩就是枪手的同班同学 她说当时这名枪手原本想回到教室内 却遭到拒绝进入 没过多久她就掉头到另一间教室开始扫射 警方已经拘捕年仅十四岁的枪手Colt Gray 并证实他所使用的枪支是AR-15步枪 更惊人的是Colt去年就因为在网路上发表激进言论 遭警方和FBI证讯过 CNN指出这是今年第四十五起校园枪击案 也是目前为止最严重的 美国司法部长贾兰德以及白宫都出面谴责这起枪支暴力事件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